我们要请教国产老师 因为包括现在越来越多人说真话了 这个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也说 俄罗斯已经熟参参了 普丁的食言而非 现在当然他的言论 就被中国小粉红给封杀 但是不管英国国防大臣也说 中国准备要切割 你看连中国都要来切割 他就在里面谈到中国的态度 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带来不变的朋友 不是啊 以前不是兄弟吗 不是麻烦吗 好 现在说中国并不会全力支持俄罗斯 态度改变了吗 没错 其实中国在这次乌俄战争之后 他就通令驻乌克兰的中国使馆 24小时全力动员收集所有的情报 包括乌克兰怎么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这个乌克兰跟西方国家怎么合作 因为他将来如果打台湾的话 这些都是他可以参考的对象 那这个乌克兰的使馆 这个当然人数有限 所以中国其实把所有过去曾经在乌克兰 担任过外交官的人 去乌克兰留学过的人 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状况 全部尽可能的召集起来 每天做各式各样的分析 去了解乌克兰的各方面到底怎么办 因为乌克兰有乌克兰语 他的通用语言是乌克兰语 老实际上懂乌克兰语的人不多 所以在中国国内最能够找到研究乌克兰第一手级的人 就是这些在去过乌克兰的外交官 因为他们懂乌克兰语 而且他们在乌克兰有人脉 他们知道乌克兰的社会各个领域大概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这一个大使老实说 他其实在现在中国对乌对恶的政策里面 是很重要的幕僚 很重要幕僚 但是居然这种人会有机会会有空间 让他出来讲话 而且讲话居然是跟过去中国对恶的政策相反的 他说俄罗斯仗子打不赢了 而且这个相对来讲恐怕有很多问题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学者 还是普通的这个媒体人 普通的主编讲的意义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而且他讲了之后 老实说虽然说立刻在网络上就被下架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这样讲 他会不会这样写 写给政治局写给习近平 答案当然是很确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代表什么 中国对这个俄乌战争的评论 不管他对普丁有多少的情感 习近平其实很喜欢普丁的 因为他觉得普丁很帅 而且呢 哪边觉得 骑的马虎骑的熟 习近平早年下乡的时候 很多人说他真理健康状况受到一些影响 那他中国官方没有正式否认过 而且中国官方始终有一个team 一直在研究就是说 普丁靠选举都可以连任这么多年 万一中国将来有朝一日 被迫逼到说必须要搞选举的时候 我们怎么保证这种样板选举 也要能够赢 这个最能够参考的经验 当然就是普丁大哥 所以这个中国历任领导 其实对俄罗斯对普丁是非常看重 不然就经济规模来讲 老实讲 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 不会比韩国来得大 但是他就是非常重视这一块 现在来看 这个好像状况也不是很好 这个过去的情感虽然很密切 可是现在看来 这个俄罗斯输职时间问题 特别是这些前任外交官发布 还是之前的驻乌大使分来讲 纵使他只是不小心说六嘴 那个意义都是很大的 而且在中国哪有什么有地位的人 会不小心说六嘴 没有那个可能 再怎么样 他也会想办法把它圆过来 所以中国有可能 慢慢的在测试风向 再提醒 让社会大众逐渐接受 中国政策开始由俄转美 这种逐渐让大家接受到 俄罗斯可能不会打胜仗的事实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金正恩 你什么时候看到金正恩戴口罩 现在北韩到底怎么了 清皇 北韩现在他们自己证实 有35万人确诊 然后他告诉你说 35万人确诊里面 这个有大概15万人左右 他目前还是在隔离的状态 而且最重要 大家为什么会特别观察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在前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后来我们都很少听到 北韩疫情的消息 因为都被拖走了 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 也一段时间很少现身 甚至中间一度 都是由金正恩的妹妹出面 很少让他出现 所以他这次一出现 然后就告诉大家说 北韩现在疫情很严重 而且金正恩还痛批说 北韩的国家防疫体系有问题 所以很显然 这个动作很不寻常 北韩要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就有待后面的观察 要找官来开刀了 对 这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疫情的指标是哪里 就是在中国的上海 上海现在出现很奇怪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讲过上海这个疫情的期间 这个有人被封到饿死也就算了 现在更奇怪的是 你现在被封城封起来的这些居民 他要买东西要团购 结果有民众团购活鱼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防疫人员叫做 他团购活鱼干嘛 活鱼三吃 他们可能是缺 然后这个粮食的部分 他可能觉得他有团购得到 买得到 但重点他买到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看到他的大白 就是我们讲他的防疫人员 这大白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公安跟警察的 那你看到这大白 竟然看到活鱼进来 直接把他在地上直接给他摔死 那大家想说奇怪了 这个鱼是会带病毒进去吗 这鱼是会害你确诊吗 你干嘛每次在街上把鱼给摔死 所以人家来说 这个大白的防疫防到后面 很多人都认为说 他们已经防过头 所以你在中国看到现在 很多的画面是什么 是民众起来反抗 然后再打这个大白的状况 所以中国的防疫防过头 这已经叫做反制的状况 所以连鱼也要PCR吗 任俊哥 这个不只是鱼要PCR 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最近其实他们真的上海封城 这就是封得非常严格 而且他们真的有公安去抓 就是说出现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情形 你知道 他们当时其实因为他们就讲说 你这个有问题 你要去方舱医院 结果有人就不愿意去 你知道 那结果双方就起了爭旨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这个防疫人员 就跟他讲说 你要去方舱 你不去的话 你要祸及三代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个直接 你就画面上面所看 然后他们两个一直在对讲 结果被他呛的那个民众 还跟他讲 什么三代 我这已经是最后一代了 老实讲 没有人会讲自己绝子绝孙 所以有人就觉得说 是不是上海的疫情 确实让他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堪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记不记得之前 上海不是还有那个全城 大家就晚上关灯 晚上的时候不是都不能出去吗 在那边唱歌 上海那边居然还有出动 那个无人机你知道 对着那个大楼广播 你知道广播什么吗 大家你们要控制 灵魂对自由的渴望 就是说你那开门开窗唱歌 然后那个空气的传播出去的时候 病毒不是这样一直传吗 所以现在看起来确实 就是说中国大陆 在这个所谓严防 你看他最早的说什么 他说严防外面的病毒进去 房子里面的病毒出来 就当时在武汉的时候 都是这样做 但现在看起来他似乎 不是只有在武汉这样 是几乎全境都在做这件事 因为中国大陆的网民 他们自己也踢爆讲说 告诉你 你要出国要赶快 如果你现在出不去 以后可能也没出去 如果现在没出去 以后可能出不去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其实我们进出国的时候 不是都会拿这个护照 他就讲说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那些海关 对于你拿护照要出境的 他基本上把你当贼 为什么那么敏感 你第一个你没有共复国难 你怎么这时候跑 所以他们其实会严查 你知道这网友他们自己讲的 他说去的时候还先问你说 你是要干嘛 你要工作 要念书还是这样 你为什么急着这个时间要走 你走了是不是不回 结果他说 其实他们这个机场那边 居然还看到 就是说他们的海关的人员 拿到人家民众拿的护照来的时候 问一问问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你没有急迫性要出去 你应该留在国内 就咔嚓把他人的护照给剪掉 当然护照剪掉是可以重新申办 我也认为他一个 可是你当下你就出不去 他绝对不像台湾这边 就我们可以在机场办个紧急护照 因为他是海关的人帮你剪掉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你今天在这个所谓的 你要严控出入境的事情 老实讲 中国大陆在过去的 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他不就是在边境管理 做得很强吗 他不是告诉大家讲说 他其实都已经在 滴水不漏 而且追求清零的这些 很少没有国家敢讲说 要追求清零 中国大陆一直在讲说 他那个疫情都控制住 结果到这一段为止 他其实根本没有控制住 而且陆陆续续 之前大家都觉得说是 那种二线的城市 或者是比较内陆的 那个所谓大城市 有这个所谓疫情的问题 但是你现在看得到 其实是连一级的城市 包含刚刚讲的上 现在连北京都是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